和聲書院於2007年成立 由李和音博士和他的家族成員捐款創辦 並以他哥哥李和聲為書院命名 書院計劃招收共1,200名學生 並且已於2011年取六首批學生 和聲書院遠分為知人中和 希望學生追求知識、為人為己 同時又以忠誠平和的態度代人 不是跟你玩 只怕你撞辦 最緊要 色選 歡迎大家收聽《最緊要色選》 今集來到書院篇的和聲書院 我想大家很多新生都聽過這個書院 可能甚至出名的四大書院 因為什麼? 當然是和聲必 中大也聽過 隨時不會中大也會和聲書院 就是和聲必 今天剛才聽到很多聲音 不如先讓我們的嘉賓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Tommy 大家好 我是Andy Tommy就是和聲學生 這個客人突然有點尷尬 Andy 你的身分是? 我是今年學生會的主席 剛剛聽到還有一把女聲 大家好 我叫Jojo Jojo是我們的DJ 我也是校園電台的DJ 我叫嘉明 今天很榮幸請了兩位和聲的同學 Jojo不是和聲的同學 我是崇基書院的 那我就善行書院 大家一開始理身所有東西 現在就開始跟大家介紹和聲書院 一開始就簡介一下 你們覺得和聲書院有什麼書院文化 或者同學 甚至書院方面給了你們什麼感覺 其實和聲書院 就是叫和聲書院 很重視和諧的精神 好像有點敏感 他又好像不是想和諧我們 但是呢 他就想和聲書院團結 或者學生之間可以打成一片 也可以一起去完成一些事 除此之外 黃青孫另外一樣很重要的一個理念 就是關於綠色生活 他其實是一個很宣揚 一個綠色或者環保生活的一個孫 有沒有什麼例子 例子 其實我們書院很重視學生 可以透過自己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在生活當中無形之中達到環保 就不是像大家想像 夏天不可以開冷氣 不可以只開風扇 其實他就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有一些例子 包括廚餘分類 我們書院的餐廳 所有人在吃完食物後 都需要把他們吃剩的食物收集 用在其他方面的用途 除此之外 電力的收費和其他書院是不同的 比如說其他書院就是冷氣費 就是要用錢進入credit 我們書院的做法是不同的 我們每個學生都會有一個用電壓 只要在用電壓以內 就用什麼電器都可以 如果大家 譬如說夏天 冬天的時候 用不值 用完的credit 就可以留在夏天使用 變相只要大家 可以管理好自己的用電量 就可以全年都不用加電費 好像也不錯 但電量大概有多少度 會不會不夠用 這樣的情況 不會的 書院就給了每個人 105度電一個月 你說105度電是多少 其實他們把其他書院 每間房間的平均數字 再加了大概10% 給我們自己的學生 除此之外 剛才Andy沒有說 每間房間 都會安裝LED燈 所以大家都知道 LED燈是 又再省電一些 例如每間房間 十分之夠用 電 開冷氣 我都沒有怎樣 聽到同學 可能要再增值 所以這個措施 你用剩的電 都可以相當自己的 聽起來 如果用四個字 總結和聲的文化 我覺得是綠色和諧 對 應該總結了這部分 不如簡介一下 其實書院有什麼特色活動 或者一年 即你們在這裡讀了兩年 有什麼活動 值得和新生推介一下 雖然說我們書院只收了兩年 實學生 但其實各式各樣的活動 亦都開始已經是 可以讓同學參與 例如曾經舉辦過的 一些 團練飯 Ocamp 等等 除此之外 其實其他書院有的 例如千人宴 大達的那些 都會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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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其實大家接下來開學的時候 已經可以參與了 千人宴 可能大家同學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可否稍微簡介一下 千人宴的意思 其實就是 在一個書院裡面 就會好像一個晚會形式 會一圍圍 大家一邊吃飯 一邊聊天 還有看表演 或者玩遊戲 總之那個情況很盛大 所以叫千人宴 大達的就是 說有些攤位在這裡 讓同學可以自己去投下攤 然後去 賣東西 或者買東西 或者去遊戲玩 真的好似 以前香港的那種 大辣的感覺 硬要說 那院慶是否也會有攤的 即將 基本上 其實院慶 我們主要分為兩類型 有一類型 就是由書院主導去攤 大多會牽涉到或涉及到一些和中國文化有關的活動 例如經劇、粵劇欣賞等等 或者是聽我們書院的choir表演 而學生主導的那些 會是一些比較集中於學生有興趣 例如剛才說過的全年飯 千人宴大辣的那些 嗯 那院慶呢 其實就是講說孫子的生日 就循例慶祝一下 即是 對 自己和自己慶祝 好像眼無先靈 即是Happy birthday to me 的一個形式 那活動可能就大致上 介紹著這麼多 隨時之後 今年院慶 又不是只是幫孫子慶祝生日 那麼簡單 大家都知道 還有一間新宣 我們有新的校舍 新的宿舍 其實呢 去年雖然已經入了火 但是還有些地方是未能用的 其實大家進來之後 九月十月很幸福 每次應該落成七七八八了 所以今年 雖然都想搞一個很盛大的 真的開幕儀式 也都趁著中大五十周年 也都請了很多 國內外很多不同的表演團體 來一起在這個遠慶的活動上面 希望讓大家去認識一下不同地方的文化 看看不同的表演 可能十月 考完試 又可以晚上 又可以輕鬆一下 欣賞一下不同的表演 聽起來都很盛大 國內外的表演嘉賓 真的不容易 在中大可能要找到這麼盛大的表演 除了縣慶之外 以我所知 惡星都是宿舍 他們的宿生會 有沒有搞什麼活動 在宿生會方面 當然大家一天進行 大家都會搞一個宿舍的營生 讓大家認識一下隔壁房的人 認識一下宿生會的人 甚至認識一下成造宿舍的所有宿生 平時他們的宿生會 都會搞一些聯層競技 或者搞一些糖水會 吃薄餅等等 吃薄餅是活動 即是宿生會可能會選一些薄餅 大家又可以有個場合 讓大家去聊天認識一下 都有不同各類型的活動 都是宿生認識是主要的 吃薄餅是其次的 當然 因為我以為有特色的薄餅 大家一起做薄餅 去年還要選擇外面的薄餅 今年都是和聲Can 等下可能講一下 有薄餅吃的可能有不同的 不過這個宿生會搞 我就未知他們接下來會搞什麼 但是據我所知 你們的書院 不是全部人都有宿 對於酒讀生 會不會有些活動呢 其實雖然酒讀生 可能沒有宿生有這麼多機會 但其實我們書院 都有一個酒讀生 會去服務一群沒有住宿的同學 其實他們平時都會搞晚會 BBQ等等 其實他們平時都會開放會室 就是讓不同的酒讀生可以上去 一起聯誼或是提供一個平台 給他們交流 所以其實作為一個酒讀生 都不會被人忽略了 而且以我所知 和聲對酒讀生的照顧 都是比其他書院多 因為你們所說的校園 其實你們的過學生校園 是酒讀生都很自由地進去 這樣說 而且比較多設施是為酒讀生而設 即是不怕沒有宿 的話就沒什麼事做 在這個書院的campus裡 是啊 我們就不同 可能其他有些書院 可能比較偏遠 酒讀生 可能進來讀三四年 都不會進入多過十次 但我們書院院院長都很好 覺得酒讀生都是一份子 不想他們只上課 放學就回家 從來都不會踏入自己的宣室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措施 希望周六生都可以參與宿舍或宣室的生活 例如健身房 甚至一些讀書的地方 我們都會給周六生 他們隨時可以憑著自己的卡 就可以進入宣室的範圍 就可以享用這些設施 講起設施 到底你們宣室有什麼特別的設施 無論周六生或宿生都可以使用 首先就是剛才的健身房 有一個落地大玻璃的健身房 就可以看著山頸 跑步也比較深礦神 就好像在山上跑步 除了之外我們還有一些舞蹈房 我們有一間房子有落地玻璃的鏡 有興趣 跳舞的同學也可以使用 也有樂隊房 琴房 如果大家對音樂有興趣 無論是很古典的彈琴 拉小來琴也可以 你喜歡合樂隊一起 也可以 而樂隊房的特色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同學知不知道 我們有一個鋸鋸 鋸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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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 有些鼓或者音響 推出去 想搞露天有謀會都沒有問題 嘩 香港的Bang仔 就有感覺 想找個場地演出都難 中大可能是因為校園大 加上很多不同的書院 都肯扔錢進這些設施 所以就會有很多這些機會 給同學發揮他們的所長 你說露天的地方 聽聞是否和聲有一個露天的地方 都可以吃東西 搞一些很特別的活動 是的 雖然剛才Tommy說的 很多東西都好像涉及關於音樂 其實 除了其他設施 就給我們和聲的同學 例如剛才主持所提到一個露天的BBQ 我叫家明不要叫主持 很見愛 感覺很見愛 剛才家明所提到 其實我們書院藍座的一層天台 將會放一些流動的BBQ爐 就可以讓我們和聲的同學 有空的時候去BBQ 我反而想問什麼叫流動的BBQ爐 即是有盤子的 意思是 即是不會像大家去到郊野公園 有一個石的椅子 石造的BBQ爐 哦 即是可以搬走的 可以移動的 這樣大家可以隨自自己想 拍攝也行 這樣就比較flexible 這個是吸引的 因為中大其實不是太多地方 找到BBQ的地方 即是 例如剛才Tommy提到一個很偏遠的書院才有 即是如果大家想BBQ的話 和聲可能是全中大最方便 可以去他們找 不過是否只有和聲的同學才可以用 你要用呢 我相信要和聲的同學去預約 但如果他可以招待其他書院的同學 一起亂移 而BBQ也沒問題 所以 BBQ爐最棒就是 即是可能 剛才有那個書院 你還是只有郊野公園去走 有一個BBQ爐就算數了 那我們的BBQ的地方其實是連著 即是其中一層的Pantry 如果同學可能 你買了些肉 回來要處理的話 其實都很方便 這個真的很方便 這個真的很方便 大家有BBQ就一定有經驗 即是帶了一棟肉去郊野公園 真的 情緒很複雜 所以真的挺吸引 這件事 除此之外 剛才的BBQ也說到吃 和聲有什麼東西吃的 餐廳 例如 和聲其實 雖然的書院不是很大 但也有三個地方的食物 特別是 最主要的餐廳 相信大家會 有機會的話 會經常去光顧 那餐廳 那餐廳 是否剛才有看過 對 有餐廳吃 即是做的 平時不是做了很久 逐件逐件次給你吃 而是你點了披薩 就會馬上包入焗爐烤 焗爐烤 而且是我們書院的教授 在試勻了很多不同的披薩爐烤 就特意選一個漂亮的披薩爐烤 希望有些好的食物給我吃 當然除了西式的食物之外 也有正常的雙送飯 炒的食物也有 而在餐廳旁邊 還有一個上海菜館 說起上海菜館 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其實我們的書院菜賣 李和聲先生 就放了很多精力和心機 進去上海菜館 他派一些廚師 去他的總會接受訓練 他要學成有一定的水準 得到他的同意之下 他才可以回來 去執廚、掌廚 所以我們相信 這個上海菜館的食物質素 一定是 不能用言語去形容 我感覺到 剛才那一刻就知道 不能用言語去形容 我們還沒試過 大家同學進來中大 就已經可以試了 因為 至關上海菜館 8月尾 9月就會正式開幕 無論你不能進來和聲 都可以試試上海菜館 價錢也不是貴 因為孫已經答應了 價錢也希望大家同學 可以在大學生活 可以接受到 其實大家都不算上班 最後我們宣傳了一個咖啡 它就是在這個咖啡 大家只要買完咖啡 就可以順理成章 走出去咖啡 看著海景的情況 然後享受這杯咖啡 情形就像大家看TVB的劇集 相當之有這個氣氛 我相信 陳豪的感覺 粉味咖啡 這個真的挺特別的 因為中大如果說要吃Pizza 我真的想不到第二個地方 五高 五高 五高有一個小食部 有Pizza賣 但現在說你們那些是12吋的 對 最大可以12吋 一大一個Pizza 你喜歡多少個人分享都可以 小小一個可以 一兩個人自己吃都沒問題 而且味道也不錯 這個出名的 我也吃過 上海菜館就好像是第一次聽 在中大裏面 如果只有這麼正宗的大廚來 所以我相信我絕對有口福 好啦 說了那麼多 其實我們宣傳還有一件事 我相信中大其他八間宣傳都沒有 就是我們的有個蝴蝶園 就是宣傳特地拿了個位置 種了一些會吸引蝴蝶飛的植物 原本不是動物 那就可以讓同學有時很大壓力 或者怎樣可以出去 看到一些蝴蝶飛一下飛一下 都是一個挺特別的一個景色 嗯 我幻想到景象都很漂亮 即是很配合整個中大環境 因為有時有些生酸 普遍有個 我不可以說通病 但通常的設計上 就好像商業大廈一樣 很漂亮 很多玻璃 很多新的東西 但室內的範圍可能比較多 即是如果有些室外的地方 跟大自然 即是直接接觸的地方 我覺得挺好的 算是挺特色的 加上和生你們的 都講求跟大自然和諧 所以這個是回應主題的 剛才說過那麼多 我們的室外在沈宿後面 即是聯合沈宿後面 山谷道 你背著 即是UC後面的山 但你看著 就看著吐露江 無敵大海景 所以這個背山面海 加無敵大海景 再加上剛才的設施 其實雖然硬件方面 都不錯 聽得出硬件配套 真的不錯 對 在那裡住 我真的想像是很舒服 很享受的生活 是電視樓盤廣告的 應用 設施大概先說到那麼多 另外 可能同學也有興趣 其實有什麼裝 有時候大學要上裝 那些同學也一定會這樣說 或者有什麼軟隊 說和聲吧 可能先說裝 先說裝那邊 雖然和聲修約生子 只是兩年時間 但是其實 陸陸續續有不同的裝 都已經開始成立 和上了軌道 例如學生會 宿生會 酒俗生會等等 至於興趣方面 暫時只有和聲BA 和甜品學會 但是我相信 未來一年 要有陸陸續續更多的裝 會成立 BA 簡介一下 即是商學院院會 就是每個書院都 不是每個書院都有 但是會分為不同的書院 去看回他們自己的商學院院會 中大來說 暫時有五個 應該是四大 和和聲 和聲是新書院之首 可以說 還有什麼其他活動 就是這些類型的隊 和裝 除了剛才說的之外 聽聞有CHOIR 和聲 是的 我們都有教授 喜歡唱歌 找了一堆同學 可能外面找了一些 專業的唱歌老師 教大家唱歌 這個CHOIR 雖然也挺扔本 每人有一套制服 也有很多機會 給他們表演 例如之前都在中大 搞過一些 一些唱歌 也都 接下來 例如剛才說的 一些遠慶 或者 都會有機會去表演 甚至 接下來 聽他們說 都好像很想參加 一些CHOIR的比賽 可能和其他大學 或其他孫的CHOIR 就一決告客 在遠隊方面 其他孫有的 其實我們基本上都有的 例如籃球 田徑 羽毛球 足球等等 而比較特別的 就是我們和聲 有一個蛙艇的遠隊 裡面的成員都非常厲害 其實大部分人 甚至是中大的校隊 可以跟對面海撈一下 我們有條河練 我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練 其實你們蛙艇是真的蛙艇 還是室內的蛙艇 室內的蛙艇 室內的比賽蛙艇 中學那些 對 中學那些是蛙艇機的比賽 他們練習會分兩類 一類就是實地練習 即是下海 實艇上蛙艇 另一款練習就是 剛才 中學所說的室內的練習 就是練習蛙艇機 其實也沒錯 因為每年中大都有個 書院之間的蛙艇比賽 都很大的 我們和聲書院 當然一定沒有 即是舊的書院 說他練習了很久 不停地練習 找一些很厲害的人 那麼厲害 但是呢 在新書院之間 我們都 有個不錯的成績 上年好像全場第三 那也不差 我們有九個書院 對 真的不差 尤其是大書院多人 其實很多時候 院隊這件事 新書院是蝕底的 就是因為 例如團體活動最明顯的 因為 如果大家有沒有同學 讀過破碟 應該都明白 這個問題 即是機會大一點 有點敬人 所以說新書院 去到第三 都應該不錯 不過不是 你說院隊 新書院很蝕底 但對同學來說 我相信都很著數 因為小人 其實基本上你想 找你有興趣去玩什麼 的院隊 其實也有機會入隊 可以接受一些 可能專業 即是看學部的專業教練 的一些訓練 其實都 除了可以代表書院比賽之外 我也讀PE 也有分加 這個我想 都是新書院其中一個 有著數的地方 是啊 我上年讀完PE 就知道了 就是PE 如果你是院隊的話 就有加5分 如果你是校隊 就還有得加10分 那5分已經是一個subgrade 所以都很棒 好像小做你的PE的grade都不錯 哈哈 我也是因為院隊 所以加了5分 嗯 是啊 所以院隊都很吸引 尤其是真的有很多蛙艇 不是一輩子 是蛙艇機比賽 很掌援人 不知道為什麼感覺 如果是蛙艇機比賽 剛才說了一些 例如一些裝 或者院隊 其實我相信一定不止 為什麼呢 就是和新學生會 成立了一年 雖然沒有怎樣搞過很多大的裝 或者活動 但是都很歡迎和新的同學 自己去成立一些數 或者自己幾個同學有興趣的 就成立一個興趣小組 就可以跟學生會去Rexo 就可以又搞一些新的裝 可能在下一年就由你們去介紹 你們自己搞的一些裝 給其他的同學 那就振興和新吧 越來越龐大的陣容 因為都越來越多學生 未來兩屆都會繼續上升 和新的人 學生行數 和新 我們一起掌握和新的 好不好 好 如果以上這段聲帶你沒聽過 記得上youtube找 因為其實每個中大的同學 都一定會聽過和新的 如果你沒聽過 你就不要說自己是中大的同學 尤其當大家去Ocamp的時候 無論去哪個書院的Ocamp 總會大家一興奮起來 就要一起掌握和新別 為什麼和新別這麼出名 連其他大學的人都會掌握呢 那你們就一直看這段影片 如果不然 不要再聽這集下去了 阿強 發生什麼事 阿強 阿強 發生什麼事 阿強 我選錯書院 阿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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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過對面就見到我們宣傳 就非常方便 宿舍外面的環境 剛才你剛才說過是看韜魯港 是啊 尤其是藍色 看著海那邊 其實你一看出去就是 韜魯港無敵大海景 其實你看到下面 會有樓盤的那些 就賣幾百萬一層 你住得很高 比他們無傘無掩 還住得很高 他們很厲害 是啊 那你看完整個韜魯港 其實是很漂亮的 很有景色 嗯 那外面就是這樣 那裡面的宿舍大約是怎樣的 例如有多少宿位 有什麼類型的設施 知而處理 那先說裡面的設施 或者裡面的環境是怎樣的 其實可以用幾個字形容 就是這個酒店級的享受 但是平民式的收費 那平民式收費就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的宿費 是因為有大學資助 相對來說其實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裡面的設施 由於新落成的關係 所以裡面是各樣設施都齊的 那房間裡面有冷氣 有風扇 甚至有一個獨立的雪櫃 可以給同學去用 那就不用怕大家 好像其他宣傳那樣 把食物放在一個公眾的雪櫃裡面 然後呢 就不知道被誰拿了 或者是拿錯了 或者是拿錯了 對 借食物先來吃 哎呀 我心同感受的 這件事 放在一個房間 起碼知道吃了一個 就是誰 這個對同學來說 是非常方便 以及吸引的 除此之外 於我們新書院的關係 其實整棟的設計 都是比較一體式的 那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從宿舍走到餐廳 其實可能搭升降機直落就到了 那需時大約是兩三分鐘 那變相就是 所以是為何要一個酒店式的享受 因為呢 說其他書院 例如 可能大一點的書院 尤其明顯就是 那個餐廳和那些宿舍 是直接 就是分開不同的建築 就是有些宿舍 可能要走過去的餐廳 可能要幾分鐘 不止 可能十分鐘 十分鐘 你有沒有感覺 Jurio你住 我住在崇基 最近本部那棟宿的 就算是五高 但是我走去 即是距離中志堂 也有十至十五分鐘的路程 中志堂就是崇基的餐廳 我們說 今天還有一些酒店 可能都沒有的東西 就是一個得著的設計 可能在北座 或者南座低一點的流程 我們就兩層 每兩層就會有一個 大的活動室 活動空間 還有一個餐廳 可以給兩層同學仔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煮飯 即有時大家一起吃飯 也看電視 每兩層有一個大電視 都很方便同學 情形就好像 大家住堂樓大 大雅下去下面那一層 樓下山水喉 就是可以增加兩層之間的交流 我想問你們的層是怎麼分的 即是一層男一層女 還是哪幾層男一層女 我們的北座 男仔住高層 女仔住低層 而男座就相反 女仔住高層 男仔住低層 那是否剛才你說的那些跨層 有沒有那些男女的跨層 暫時我也想有 但是暫時就沒有 即是可能 即是那些方便 即是比較保守的 即是對於 即可能男女之間的交流 聽過是因為 即是可能有一些 刀娜的關係 即是 男女方面 就可能沒有其他 高層或 即是我可以說是 即是九個孫之中 比較保守的一個 嗯 都不要太失望 開放的同學 聽到這裏 都是 那宿舍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 剛才說過 可以跟同學簡介一下 即是說一些什麼特別 即是剛才也說過 即是關於用電方面 即是用 即是我也不再多說了 但是 但是 即是夏天 就不用錢 即是有冷氣 然後呢 然後呢 明明你給了二千元 你拿回幾百元 即是用剩的電 其實都很著數 在這一方面 嗯 聽到這麼多 應該大家都很想住宿舍 那宿舍的準則 怎麼進入呢 宿分啊 其實怎麼算進入 還有多少位的 其實在和聲的宿舍 那和聲 即是收了學生 就大概一千二人 那宿位呢 本來只有六百個位 就是三百間雙人房 嗯 但雖然都見了 大家住宿的需要都比較高 那都 額外 將 好像二十四間房 就由雙人房 變成三人房 變成總共的宿位 就是六百二十四 那至於計分方面 我們會有自己一個方法去計分 但是整體來說 可以看兩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居住距離 那你越住得遠 即是你上學的時間越長 那你對於宿舍的需求就越大 所以我們其中很大部份 就會是看你的居住距離 而另一部份就是一個活動分 那我們都知道 通常大家如果活動參與比較高 都會浪費很多時間 留在中大入面 那如果你這樣可能早出晚歸 那對同學也是一個負擔 所以另一點我們會看重 就是大家參與活動的投入度 例如鼓勵一下同學 或者幫一下同學 那就令到當你很投入活動的話 就有一個宿舍給你住 那你就可以方便去玩你的活動等等 那比例大概是多少 今年就計算那年新生 應該是九百多人左右 對呀九百多人 那有六百多個宿位書 其實住宿的機會 我相信都不算是必宿的算 那一定是中大都比較高的 三分二 那當我真的假的不幸 如果沒有宿舍住 那屈蛇易不易呢 在和聲那裡 就是屈蛇可能這樣 我不知道 就是你沒有宿舍 但你就在別人的宿舍住 叫做屈蛇 那和聲有沒有 如果你說就這樣去屈 可能比較難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先進的破玩系統 可能其他法家的宿舍都是 你要入宿舍 那就是屈蛇卡在門 那是門來的 那你一開了 然後按按鈕就可以出去了 那但是呢 我們宿舍呢 就職員呢 可能比較創新 想保護 就是多些保護同學 安裝了一些入閘的東西 好像搭廣鐵 那你屈蛇 我們有一張和聲卡 那個和聲學生還有一張 就屈蛇進去 那你出去又要屈蛇的 那要經過一個閘 每次一個人過 那所以你說要帶朋友 那不給錢屈蛇 那好像就有點困難了 那但是呢 那雖然非法的行為 就比較困難 但是相應來說 我們合法的行動 就比較好吸引 那不同其他宿舍 其他宿舍他們 可能合法屈蛇的價錢 就可能去到 通脹問題 可能去到四五十元一萬 那但是呢 我們就 在收費上就相當便宜 那先說 如果是自己和聲學生 那他每晚的收費只是十元 嘩 好划 每個小時都不用一元 真的 那如果你不是和聲學生 又會多錢呢 其實也不是差不多 那我們都是收費15元 嘩 我也想來 對 最少不太認識和聲的同學 看來我遲些來找你們 可以可以可以 不過呢 當然啦 這些都有quota 當然先救才行 始終你不可以 一個人帶四個 那你總共六百人 就帶二千多人到這裡 不定住學不到的 那就 quota 暫時就是六十個 每晚 所以如果 先到才行 所以如果同學有興趣 就是想 沒有宿舍 或者 剛好抽不到宿舍 那都可以來感受一下宿舍的生活 那就 找個蛇主很方便 那有沒有長蛇那些 我可不可以 整個蛇不住在這裡 可以不可以 那當然不可以 如果個個都是這樣 有誰會給錢 在這裡住宿呢 那就 我們有限 每間房間 就是一個房間 下一間房間 每個星期 都可以多過三萬 都是想保障出生利益 都是公平的問題 嗯 那如果我是走獨生 但是我又不是經常來屈蛇的話 那那些設施呢 我可不可以用呢 那對了 那就是走獨生的卡 剛才說我已經入閘機了 那張卡走獨生都有的 那就可以 就是可以 入到所有樓層 都可以用到這些設施的 那但是 呃 就當然啦 你如果真的要我蛇過夜的 那一定要 就是給錢 那就 雖然說不會打蛇 但是如果你不給錢的話 你又出不了閘 那天都會反規 那又被人 就是又被人 可能 逐個上Disability Committee 可能最嚴重 可能要記過那些 所以都 嗯 這一點比較麻煩 那也是啦 就是犯法的事就不要以身試法了 對啦 都不要試了 那除了 那剛才說的 宿舍可能是比較地的東西 那經常說大學生 眼界要闊一點 要多些出去不同的地方 那邊看一看 擴闊視野 那呢 和聲交易的機會 都不多 那當然啦 所有孫的學生 都可以報大學OAL的一些交易的位 但是我們孫本身呢 自己都有一些交易的位 上年呢 就是有九個國家 每年 每年 有十個地方 都 都 都幾容易報的 其實 因為人數不多 可能 已經出了 Department 或者Family 本身有些交易 program 但是呢 雖然都提供了 不少地方 一些世界不同地方的 一些交易的位 給自己的學生去報 對啦 我也看到 那些交易的國家都不少 有 加拿大 中國 日本 德國 墨西哥 新加坡 瑞士 英國 和美國 嗯 聽起來都挺吸引的 不只是局限於亞洲 在歐洲 和美洲 都有很多國家可以選擇 不過 位的方面 好像只有十個 十個annual place 是的 不過這個是 代表時的交易 那Summer呢 嗯 如果說Summer的交易 其實暑假 通常都會搞兩至三個團 集中在中國內地 我們可能以極低的價錢 可能是兩千元左右的價錢 就會回到中國內地玩 交流十幾天 修正到玩 譬如說 去年包括有西安 廣西 和新疆 嗯 這個 所謂的交流計劃 不是說我們上去玩十幾天就算 我們也會招待 上面我們所認識的同學 一個伴侶的程式 他們來到香港的時候 就由我們的同學去 安排他們在香港內的行程等等 令到兩地的學生可以有交流 在行程上甚至會有些文化交流 或者是一些學術交流 例如是辯論比賽 演講等等 令到兩地的學生可以在環之外 都可以有些交流 和可以增進彼此的友誼 雖然你聽說只是回到大陸 好像很悶 就不能去 譬如說英文的地方 雖然都應該在探望這方面 但可能價錢比較高 都在賺不同的贊助 但你說回到大陸 都不是說普通話很悶的 我們上節目是說熊貓話的 就是去四川俄龍的一些熊貓居住的地方 真的有一件熊貓的衣服 聽他們說是挺好玩的 就是可以了解熊貓的生活習慣 很近距離接觸 不像那樣隔著玻璃很遠 真的可以很近距離接觸熊貓 這些機會都很難得 說到你剛才說這些學生有贊助 如果讀書方面 你的學生有多少呢 其實學生有多少呢 因為我們學生人數比較少 如果說數量來說 一定不夠舊書那麼多 但數量其實也不少 如果以學生給你計算之後 因為真的同學比較少 所以得到的機會其實比較高 其實最主要我們的學生 學生就分兩類型 一個是admission 另一個不是admission 但兩個都是比較集中 看大家的成績、活動、服務 以及一個全圈的表現 聽說admission好像有幾多種類 比較特別的就是 如果你讀醫學院 或讀醫學院 或讀生活科學 其實你有好處 因為我們都有特別的學生 是給了醫學 或讀生活科學的同學 可能不知為何 遠章來自醫學院 寧寫這兩課 但如果你是這兩課 我們有額外不同的數學 條隊又短一點 可能過的機會又大一點 聽來掌學金好像又不是很多 不是特別多 比其他書遠 對啦 比其他書遠不是特別多 但是我們掌學金少 都有原因 就是孫子把錢 其實沒有放很多 在掌學金上 反而放了很多 在掌學金方面 如果同學家境比較清貧 或者家境不太好 都可以跟孫子申請掌學金 要求可能沒有掌學金高 掌學金是獎 公開頒獎 但是在掌學金 可能只要滿足到最低的成績要求 或者可能參與下一些 課外活動的社會服務的話 而家境就真的看過 不是特別有錢 雖然都會給一些支持 即金錢上的支持 給這些同學 令到他都可以讀到書 甚至享受一下宿舍的生活 或者參加一下不同的課外活動 這方面的書院都做得不錯 所以家裡有困難 同學都可以考慮一下和聲書院 可能會比其他書院 在這方面的支援和支援 做得更多 聽完一堆錢之後 可能我們又要專注在讀書的東西 不如入大學都要讀書 其實每個書院都有他書院的通識破程 其實你們和聲書院的通識破程 是讀什麼 還有大約是怎樣的 其實書院通識破程 一共有六個學分 分三年去讀書院 每一年其實只讀一個整個 例如第一年大家新生進來 就會讀一個類似基礎課程的東西 其實裏面可能是認識大學 大學生活是怎樣 認識和聲 就是比較簡單的東西 至於第二年 同學會選擇不同的通識課程 以去年為例 就有攝影 綠色生活 領域 以及一些藝術的感受 其實都跟我們孫子的文化 以及理念都很接近 至於到大家畢業那一年 最後兩個學分 就是讀一些跟職業 投身社會比較貼身的一些技巧 例如說 怎樣去寫CV 怎樣去interview 或者是怎樣去看一些社會議題 目標就是 裝備我們自己的學生 可以踏出社會 看起來都頗全面 由你最初第一年進來 認識過書院 然後到中間你就可以選一些興趣 然後到到 快踏出社會 就有另外一類的書通 除了Andy所說 剛才Year 2讀過 好像很少Eactive的選擇 其實孫子都明白這件事 因為始終教授人數不多 尤其是編中一些 Matic 或者工程學院的教授 所以他們可以 提供的通識課 又不太多 所以孫子都特意 要求了 其實在未來幾年 同學讀某一些大通的科目 或者大學通識的科目 都可以當上班 書通的Freddy這樣想 其實可以選擇的又多了 可以學的東西都多了 至於呢 剛才Andy所說 Year 3或Year 4 就是最後一年讀的Capsone course 聽到會不會是很職業道向呢 很… 只是教你怎樣找工作 怎樣在職場生活 就好像違反了中大 多年以來的人民精神 其實不是的 學生也有爭取過 也會嘗試去 要求在這個科目上 你加入一些 可能關於社會 或者關於這個 世界的一些議題 希望 擴闊同學的認識 可能認識的東西又多了 其實 反過來這些 將來大家的工作也有幫助 咦 那你們有沒有FYP這件事呢 FYP就是Final Year Project 就是有某些書院 所以就要求同學 他們在中大讀的最後一年 就要做一個Project 所以就叫Final Year Project 例如我書院這樣 那和聲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呢 其實我們書院就沒有FYP這件事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那麼重工作 或者是對於做Project 這件事比較沒有那麼熟練的話 就不需要擔心這個問題 那Assembly你們有沒有和聲 嗯 那Assembly呢 我很多書院都有 我們書院也不例外 也有一個Assembly 即他就不像中學那樣 每個星期 甚至每一天都有一個Assembly 那他就暫時 就是一個Terms 就搞兩次 那他要求呢 都重要 不需要大家去完 其實每個Terms 只要去一半 即一次就已經夠了 那其實他的題目 都OK 多元化 可能編種生活方便一些 例如之前請過林輝先生 就分享一下他單車旅行的經歷 或者請一個很懂得說笑的人 去分享怎樣可以說話 怎樣用身體動作令到別人發笑 那我這些同學都聽到非常入耳 對 不過可能 譬如從基那些 有些會找一些政客 或者找一些社會人士回來分享 那可能暫時就沒有這些 嗯 不過啦 那個量真的少 一個Assembly一次 對啊 真的很羨慕 對 CC 從基就 嘩 多少倍啊 嘩 我們一個Assembly有十三次 那要去七次 啊 所以就 所以如果大家同學不是 就是 又說我不喜歡的 就是比較悶 可能大家中學對Assembly印象 會覺得比較悶 對 那不是太喜歡坐在那裡 怕黑暗睡覺 或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有呢 都可以有Day Off 就是如果很多時候 如果你沒有 因為通常Assembly 都是在星期五的早上 那如果 星期五下午又沒有課 那天又不需要Assembly的話 你就可以有Day Off 嘩 那所以就 和式很容易排Day Off 對 那除了每個整天兩次Assembly之外 那其實雖然呢 還會在通識這一方面 請大家吃飯的 是怎樣呢 就是每年 現在就會搞 每個整天一次的High Table 那每年同學就 至少去一次 那什麼叫High Table Dinner 即是高場晚宴呢 那其實是 大家的幻想 好像入了Harry Potter 做了霍革華茲 那 就是 放了牆桌 那當然了 就沒有魔法去變一些食物上來 那就是 會有人serve你 那就是每人 會有一個完整的西式的晚餐 那當然啦 除了吃飯之外 那叫下一個通識的部分 那都會請一些嘉賓 來分享 他的一些經歷 或者一些生活 那就是 那就是同學呢 除了吃飯之外 都可以 有些得著 聽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其他人的生活 嗯 而重點是 這個High Table Dinner 那都是免費的 就是如果你同學去 其他人的酒店 吃過這麼 這樣的 質素的晚餐 其實都不便宜的 所以這個 也是一個 便宜的 還有都可能說 就是 新書院就很流行 將High Table Dinner 好像當作Assembly 一部分 那這個也挺好的 就是你不是 如果是 可能是早上 上個Assembly 可能 睡覺 那你現在說 晚上 吃個High Table Dinner 就是你同時 而是你聽著那個嘉賓之餘 有些東西吃 之前說的 當然就 其實都挺好的 那說完High Table Dinner 可能 剛才也有說 一些 書院的Summer Program 其實書院有沒有 想不和性 有沒有提供一些 英討的機會 給你同學的 關於英討的 其實我們書院都有提供的 不過呢 可能 這幾年 只有一些 關於銀行 或者金融業 等等的 項目 那你說 一些社企 或者NG 暫時還沒有 但是呢 都希望 不知道書院 接下來會找到 什麼英討給同學 但是 如果同學對這方面 有興趣 都可以留意一下 其實都脫合 我們書院 現在的現況 原因是 其實現在 大概有四分一的學生 都是雙學院的學生 所以 如果大家 是讀BA的 又需要找一個英討 其實我們書院的機會 都不小 其實 阿珍 不如 我們分手 為甚麼 因為 我住日夫 在山頂 你住宋基 在山腳 其實 每次送你回宿舍 之後我都要走一段路 才回到自己宿舍 其實真的很遠 我受不了 要乖 就乖 你那時候 沒有聽最重要的 會選 跟我一起 選同一間書院便好 嘗 都你要淡 沒事 那這 blanket 最重要 是 喝 多 two 嗯 聽完一大堆 都好像和聲孫也不錯啦 在說的話 那不要先說不好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很想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但如果我想要和聲孫 其實需要interview的嗎 interview呢 正式的interview就沒有的 但如果同學會把和聲孫也放在第一、二位 那孫也會邀請你來做一些座談會 就讓孫的教授了解一下你 也可以讓你分享你想要什麼的孫的經歷 或者為什麼想進入孫的 也會跟同學聊聊天 希望增強回歸屬感 都會做的 但你說會選人的呢 我們就暫時沒有了 嗯 聽完這麼多正面的東西啦 那一定每間書院都有它的好、有它的壞處 那問一個尖銳的問題 你們最不喜歡和聲什麼 或者你們覺得有什麼會很值得改善呢 那由我先說吧 那我覺得我們書院最大的問題就是 好似一個中學式的家長式教育 這個是我們書院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我們理解為大家上到大學 基本上已經是一個成年人 那就是去做任何事都是自己的經歷 自己去做決定 然後無論是失敗成功 我們都是從這個經歷去自主學習 那就是一個出來社會之前一個 類似準備的人生階段 那但是我們書院的 不能說管教模式的一個 文化上就可能比較古板 或者比較控制式 例如剛才所說的入閘機 那就是這件事好像 好像有保護學生 其實但是大家費心想一下 其他中文化學院的所有宿舍 根本就都不需要那麼高科技的入閘機 甚至是很死板 因為你入閘機你將卡一過期 譬如你過了探訪時間 你不出去的話 其實你會出不了的 那也要勞煩的工作 就是來幫你打開機讓你離開 那就是這些變成一來很死板 二來就沒有那種人情味 亦都是很管教 就是感覺上好像是困住同學 在宿舍的範圍裡面 就不像支持其他宿舍 可能打開到門 其實很歡迎各方面的同學一起來 就是我們交流啊玩啊 這些我們學生會覺得是 學生生活的一部分 那書院就很脈頭成虧 是啊 那譬如剛才說的入閘機 那其他書院的做法 可能是當學生犯錯的時候 他才會去作出懲罰 嗯 但是這個錯都是學生自己 一個決定去犯錯的嘛 嗯 但有了入閘機之後 同學連犯錯的機會都沒有 那變相就是 很管教式 很怪獸家長 是的 因為當初孫提出 為什麼要有一個入閘機呢 其實是 覺得 會不會是女生 很容易在宿舍範圍被人 非禮啊 或者被人性騷擾 嗯 但是 反過來我覺得 大家都大學生 都大 18歲以上 都大過了 一來懂得保護自己 而來 是否透過入閘機 就可以 不會有人偷東西 不會有人騷擾 不會有人偷窺呢 我們又覺得 又趕不過去 但是就很明顯看到 雖然好像很想知道 或者控制同學的行蹤 或者很強調那種保護 而不是很強調大學生 不過我們中大學生 一直講開那種自由的價值 嗯 這個也剛才說 就是 有些怪獸家庭 怪獸大學 好像變了一個感覺 怪獸大學 除了這件事之外 其實例如 你們是否學生會 即資源上 或者同學的資源上 例如我們有搞活動 資源處理都比較 都限制或者少些的資源 可以做 其實 因為一開始沒有學生的 正式組織的時候 可能 雖然就拿了一個 比較主導的角色 嗯 但是 譬如說去到後期 縱使一些活動 是由學生主導的情況之下 由於我們學生會新 資源 或者金錢比較少 變相很多時候 都需要問孫員 拿贊助 或者一些硬件上的配套 例如我們可能要問孫員 借一些大聲公 小路寶 或者借一些projector 這樣 變相孫員 就可以透過這些位置 就可以影響到 我們學生的決定 譬如說 我們想做某一個活動 但極之需要projector 只要孫員說 我不借projector 給你 那你變相活動 就做不到 所以可能就在資源上 孫員透過這些位置 就變相 不可以直接插手 但某程度上 是對學生 在搞活動的自主性 到造成一定的干擾 嗯 雖然 雖然 上年也罵過一些風波 大家可能都知道 學生會 或者任何學生組織都有會章 或者這樣 而祝大記是一些學生會 你要修改會章 就必須要 由書院 幫你拿上去 大學方便 幫你去通過 但去年我們 雖然新成立 但都發覺寫會章 這種問題 希望 很簡單去修正一些問題 雖然聽到他們的教授 或者院長 其實都很大反應 為什麼要收會章 又質疑 我們為什麼要收會章 變了 我不斷想去控制著學生 始終我們覺得 學生會屬於學生 應該是學生話事 為什麼院長當初 會禁止我們收會章的方案 我們這樣看 其實是覺得 書院方面 在這一方面 就不太信任學生 即是不肯 或者不敢去放拳 讓學生去管自己 而很強調 由上而下的那種管治模式 另一方面 就是書院 可能在學生會成立之前 已經搞了很多事情出來 由書院上而下去搞了一些學會 例如剛才的Sports Club 或者再早一點的Choir 甚至是有些什麼 Ambassador Program 那些 就是由書院去主導一些活動 那些人就其實 又不需要經過其他新書籍 有選舉 又好像沒有一份會章 也都沒有一個去監察的機制 但是可以享用 書院很多的資源 那 書院會給錢 可以幫你簿場 甚至是 那些人都可以照待縮分 那我們就覺得 這些東西 會不會其實違反 我們由學生自治 這些學生活動 應該由學生管的一些原則 而同時 又很尷尬 如果學生會成立了 我們想拿回這些東西 那就很奇怪 因為那些人本身 或者那些組織本身 是屬於書院的 那你要 無故將它由書院 變回跟學生會 那又有些奇怪 所以其實也很尷尬 那雖然剛才聽了很多 好像書院都很上而下一個管教 一個控制式 但是其實 學生會在這邊 都不為了 這樣爭取各方面的權益 好像自己宣傳 這下其實是學生會的宣傳時間 其實好的就是 譬如說大部份的活動 都逐漸撇離了書院的管轄範圍 因為始終收了一兩年學生 資源開始比較豐富的情況下 我們的財政上 就可以比較獨立 所以在一部份的活動 例如營生營等等 都已經開始撇除了 由書院的名義去搞 那就加回由學生自主 所以可以見到可見的 將來應該在這一方面 會有進步 另一點我們覺得 書院不太好 就是它的發展模式 好像偏離了 我們會理解為 其實學生是書院 一個比較重要的持份者 其實 因為中大來說 書院的出現 就是為了給學生 一個非形式的教育 但是我們看到 書院放了很多自然為的心機 可能出發點是為了學生 但是最後學生不是得益到的 或者是得益到這麼多 我們就覺得它發展上是偏離了 例如我們的房門 其實對於學生來說 其實拿一條鑰匙去開門 其實是一件很正常的 很普通的事 我回家都是用鑰匙 但是書院就放了很多資源 在那個房門上 就是用拍卡的 就說可以方便到學生 而且不見了鑰匙 他又容易些 可以發出新卡等等 但是其實 對於學生的角度來說 你浪費這麼多錢 只不過是要求外遊 一條鑰匙變成一張卡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沒什麼得益 也不是方便了很多 但是他就把很重的資源放在這裡 我們覺得其實 這樣的創新 是不是不是那麼好 或者是否真正需要的 是可以課到學生的需要 另一方面 我也想提出的就是 大家讀中文大學 不是讀英文大學 我相信中文 或者用中文 都是中大一個很傳統的歷史 當初中文大學成立的時候 都是夾著一個很中文化的運動 所以你見中大很多有官方的通告 或者一些訊息 其實中文都是一個必然的語言去講 甚至我們 尤其是我們學生會 中大學生會 或者學生會的會章 或者一些法定的語言 都是用中文的 只不過我們看到 我們學院為什麼通告 或者一些電郵 甚至是報宿社的文件 全部都是以英文為主 而不是以中文為主 我們就覺得 沒錯 你有些英文是要去幫一些非本地的學生 但非本地的學生好像又不需要計算縮分 他們就很自然 必然會有一個縮位 但大部分的本地學生 他們就不太照顧 只是不斷用一些英文文件去學生溝通 其實對於學生來說 我看到這麼多英文 比起中文來講 我當然想看中文多一點 也好像放棄了我們一直 把持著的一個很自豪的中華文化 其實學院的態度上就比較特別 其實我們不反對中英文並用 但我們覺得始終在香港中文大學 先用中文做一個語言 英文為父 其實我們覺得這樣又可以同時方便到不同需要的學生 我覺得這個才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這個做法可以是 我由一份中文變成 同時有一份英文 而不是只有英文而放棄的中文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或者對於一些非本地的學生來講 我相信他來到香港 我來到中大 其實都想去認識或者接受中國的文化 但如果你把那個環境放在一個西式 或者用英文為主的環境 其實對於那些非本地的學生 其實他都是學不到中文 學不到中國文化的 其實是不是 雖然這個理據是否成立 但是似乎學生好像爭取了很久 雖然都好像 所以他們會習慣性地用英文為主去溝通 似乎中文方面就比較順勢 對呀 我們學生可能只有大約10%是非本地的學生 我們還要包括一些內地生 其實真的要用英文為主的學生 就是小字有小 反而有 他們自己同學翻譯一些東西給他聽 效果會不會更好呢 那算是可能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嗯 嗯 最後就是關於學生的態度的問題 其實剛才也說過 可能有一些很家長式的管教 或者我們有時候有些學生代表 在一些會議上 就發現其實都 整天都覺得好像 啊 為什麼學生代表說的東西 說什麼都錯呢 說什麼都要繞一頓 才死死地氣聽你 甚至不肯聽你的話 反而他們堅持的東西 沒有諮詢的學生 那又一定可以走得通 嗯 就是覺得比較順適 是中立其他書院 嗯 其實師生的關係 又不是真的他們說得那麼良好 嗯 嗯 不過反過來 剛才聽完這麼多 就是關於這個書院 可能值得改善的地方 那你們又喜歡這間書院 怎樣呢 或者有些什麼值不自豪的地方 可能比較好的東西 我想最自豪 或者最令我願意留在這間書院的地方 是由於學生比較團結 嗯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全部人都有了書院這個共同的敵人 哈哈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大家可以就很多議題 或者一些措施都發表自己的聲音 有共同的陣線去見招拆招 嗯 變相其實學生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 可能一些新的措施出了的話 其實很多學生都會主動去討論 然後就發表意見 亦都在不同的處事上 都可能是很團結的書院反應 雖然可能是仍然不備理會 那例如之前曾經有兩次的聯署活動 大致那些都上了我們學校的民主場 都可以視到其實我們學生非常團結 嗯 嗯 學生的團結 當然啦 除了學生之間團結 其實對於一些可能很基層的員工 例如清潔的工友 其實我們跟職員的關係都十分良好 他們都很友善對待學生 我們都很尊重他們 但是似乎剛才說過的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們是對管理層或者對一些當權者的不滿 當然啦 我相信大家的大學生都是對事不對人的 嗯嗯 其實都很 proud of我們自己的學生 是很關心的去瞭解自己的孫子 那就是我們覺得我一個孫 或者你對一個孫有歸屬感 其實應該對各個議題都有他的聲音啦 就是多一點關心啦 多一點了解啦 那這些其實反而是撤身的利益來的 那而不是我孫提出了什麼 那我就很和諧地我接受了 嗯OK 那然後就不理會 或者看過E-mail就算了 那這樣東西我都是很 proud of 就是我們自己的孫學生 就是經過我當然可能說抗爭啦 或者各方面其實都建立的這個文化 那我也希望孫其實在這一方面能夠有改善啦 就是多一點真的聆聽的學生意見啦 大家總是覺得和諧和諧不是 almost legitimate 就是不是一開始 不是總相以下 對呀不是總相以下 不是總相以下 就是一個人說一個話就算了 就是大家說的意見物 真的互相尊重 而小學院真是能夠聆聽 即我們作為學生此尺份者的意見啦 那聽了剛才那 Culture Department 那你會覺得黃昇書院適合什麼類型的學生去讀呢 嗯 嗯 其實 當然啦 如果很多東西沒什麼所謂 或者你只想在大學專心讀書 其實黃昇村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始終硬件方面和環境方面真的很好 很適合這一類的同學 那其實除了比較接位是比較想著專心讀書的同學之外 其實我會覺得如果是一個比較想出位想一展所長的同學 黃昇真是你的最佳選擇 那其實原因有幾點 第一點就是由於學生人數比較少 那所以你如果想出位想去比較領導的任務的話 那就相對比較容易 還有就是由於這間新書的關係 傳統的束縛就比較少 那變相你就可以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那最重要的一點就可能是 其實大家上到來大學搞活動都是想學東西而已 那變相第一就是現在有這樣的難 即在黃昇書院搞活動的難度就比較高 那我相信你的得著一定會比較高 那又不會像其他舊孫的既有活動 很多東西都可能要聽上妝 或者跟傳統 基本上你可能只不過是一個機械人 這樣進去跟上年的東西全部做多一次 那但是黃昇就不會的 那我想如果你是想做出 或者想一展所長的同學 這個是你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當然最後就是如果你是一些 就是喜歡綠色生活 或者是喜歡一些環保生活的同學 那一定是選我們黃昇書院 當然那個景色剛才說了 不說了 那也有很多措施 或者是有很多 就是都很歡迎跟我提出一些 綠色的點子 那希望就是看看我們 會不會由我們孫 開始做起 或者影響生命影響生命 那就是去救救這個地球 我以為你說救救我 那聽完一大輪之後 其實都發現原來接的同學 出的同學 喜歡環保的同學 就是簡單說 其實很多類型的同學都對的 應該就 嗯 那如果大家對和聲書院 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找回 他們和聲書院的Facebook 有個Page 或者他們的Official Website 即是中大那個網站 甚至來到我們電台網站 我們Facebook Page那裡 Inbox我們 我們都會轉介給Andy 他們來聯絡你們 看看有什麼問題解答到 或者他們學生會的人 甚至他們的同學 那如果大家對其他書院有興趣 都可以聽回我們其他的集數 介紹其他八個書院 那大家對和聲有這麼深認識之後 那就多謝兩位嘉賓 今天上來我們的節目 那多謝Tommy 還有多謝Andy 謝謝 那不如我們就現在同聽眾說聲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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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believable 拜拜